咱们上一讲插控讲了南方租镇的故事 现在咱们把目光重新转到北方 之前咱们讲到晋王李存旭 多路大军围攻燕国 把燕国灭掉了 又拉拢了成德军和义武军 和后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梁进大战一触即发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辉 但后梁现在是杨之后阵守北方 进军一时也讨不到便宜 只得退回 慢慢等待时机 后梁这边 最后仍在杨之后的协助下夺得皇位 封杨之后为天雄军决度使 加红叶王 镇守魏伯 杨之后自赶在后梁功劳甚大 开始拥兵自重 后梁皇帝都管不了他 幸亏他不长寿 没多久就病死了 否则估计要做朱恩第二了 杨之后一死 压在后梁朝廷的一个大大的危机 就瞬间消失了 大家私下还庆祝了一番 实则不知道更大的危机 还在后面呢 杨之后死后 后梁朝廷觉得一定要杜绝隐瞒 后梁皇帝最有人接受赵炎的建议 决定把原来的天雄军下地一分为二 原来的天雄军 狭有魏州 博州 贝州 向州 禅州 魏州 这六州 现在呢 把魏州 博州 贝州 还是作为天雄军 让贺德伦担任劫度使 把向州 禅州 魏州 新设为昭德军 让张军为截度使 又怕分拆造成原来的人心不服 就另派开封以流巡领兵六万发兵白马渡河 表面上说是要攻打郑州定州 实际上是防止天雄军生变 贺德伦到了魏州后 按照朱友真正命令 将魏州将士一分为二 派遣一半搬到向州 天雄军 也就是原来的魏伯军 在唐朝就是一个重镇 几乎是全民结兵 军队里面关系复杂 父子 兄弟 姻姻 相互交错 这样一分 等于拆散家人 大家都不愿意走 甚至聚在军容中抱头痛哭 愿声连天 贺德伦怕四平生变 就报告给刘巡 刘巡派出参州刺史 王彦章率领五百人马进入魏州 这个王彦章咱们之前讲过 在第十二讲的时候 一人一枪 保护康怀针撤退的就是他 这个人武功了得 魏州兵看到王彦章带兵进入魏州 越发的感到恐惧 于是私下的说 朝廷忌惮我们魏兵强大 所以才要把我们分开 但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 不曾远离家乡 这样一分 咱们骨肉分离 胜不如死 于是当夜中火作乱 围住了王彦章大营 王彦章何等了的 杀出一条血路 逃脑出来 乱兵进入内城 杀死了贺德仑的清军卫队 把贺德仑幽禁了起来 贺德仑交集万分 乱兵首领叫张燕 禁止乱军在城中乱杀 然后逼着贺德仑上表后梁朝廷 请求废除拆分命令 恢复旧志 贺德仑没有办法 只得听命上表 诸友人得到消息后 心中大惊 于是派人去安抚魏军 许给张燕为一周赤史 但救世不准 恢复旧志 张燕不服 让使者回去再表 但后梁皇帝就是不准 张燕气得把赵叔 撕得粉碎 撒在地上 然后愤怒的对贺德仑说 贺德仑没有办法 保命要紧 只得按照他的说法 向靖国投诚 并且让禁军来源 晋王李存旭 立马派出李存神 禁兵林青 自己从晋阳亲帅大云 来林青和李存神会合 半路上又接到贺德仑周报 说刘寻已经抵达衡水 离魏州不远了 希望大云尽快赶到 晋王担心这次是卫兵乍下 不敢轻举妄动 贺德仑又派出心腹 到林青面见晋王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而且对晋王说 除乱当除根 张燕狡诈凶狠 不可不除 于是晋王禁兵容计 照张燕到大营中议事 张燕率领五百人 手持兵刃 前来拜业晋王 晋王令军事分战两侧 自己登楼等待 等张燕扶地拜见时 下令军事拿下张燕 并且捉住一同前来的头目七人 张燕大扶自己无罪 晋王说 你威胁主帅 残害百姓 还说无罪吗 我现在举兵而来 只为安民 不为掠地 你投靠我有功 但你背叛两国有罪 罪大功效 不杀你 不能安抚 魏州百姓 张燕听后 无言以对 晋王下令 促转张燕等八人 其他人吓得战战兢兢 晋王又说 罪在他们 已然付出 何而等无关 不愧加罪于你们 大家拜扶不已 晋王害怕这些军事 安排在自己帐前听令 附加设防 众人心悦臣服 第二天 晋王派兵来到魏州 贺德仁听说晋王到来 率领将士 出来迎接晋王从容入城 贺德仁交上硬信 晋王调贺德仁为大同杰兜使 自己亲领天雄军 让李纯进 站为代管 贺德仁别了晋王 前往大同 但在路上 被张成业拦了下来 咱们后文再说 晋王在魏伯 一方面禁止一切混乱 安抚百姓 另一方面派兵攻陷 在德州和禅州 王远璋本是禅州刺死 兵败后 投奔刘荀 但家小被晋军所擒 晋军优待王远璋家属 希望以此招降王远璋 没想到王远璋对梁国忠心耕耕 执家人不顾 杀死晋军来死 于是晋军也把王远璋的家人全杀了 刘荀进攻未宪 晋王亲自带兵抵御 晋王喜欢冒险 他自己轻率百余人来刘荀大营打探叙事 恰巧被刘荀探听到了 刘荀就在各处安排扶兵 晋王以来各路其出 把李存旭一行人团团围住 晋王大呼一声 左冲右突 所向披靡 晋王手下有冤猛将叫夏鲁齐 手持一柄钢刀 守护在晋王身边 他们一起连续作战了两三个尸身 杀死两兵数百人 才杀死重围 夺落而逃 这么好的机会 梁军怎么舍得放弃 于是在后面穷罪不舍 夏鲁齐让晋王先走 自己率兵断后 又首任梁兵数十人 身上也是遍体鳞伤 眼看一众人马就要暂时吃醋 这个时候李存神前来接应 击退梁军 大家才保住性命 返回晋军大营 晋王李存旭 检点军事 发现虽然大家都受伤不清 但阵亡的只有七人 由此可见 晋军战斗里有多么的凶猛 晋王感见夏鲁齐 护足有功 痴心为礼 改名李少奇 刘荀回到魏县 连日不出 也没啥动静 晋王疑惑不已 于是派出探子前去打探 探子回报 说城中并无烟火之气 但旗帜高速 很是整齐 晋王说 我听说刘荀用兵 一步百计 想必这其中定然有诈 于是命人再探 这次探子离得更近 发现扛齐的都是假人 整齐的站在城墙上 晋王大呼一声 不好 这刘荀要偷袭晋阳 这时候晋阳成空虚 那晋阳能不能保得住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儿了 创作真心不易 请大家关注我 给我更多的动力 去推动故事的发展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